在满是青春气息的大学校园里 一个身影像是一束光 将每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全红蝉 一个用天赋与努力谱写传奇的名字 在奥运的跳台上以完美无瑕的动作 赢得了世界的掌声 如今站在一群大学生中间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谁能想到 这位年仅17岁的女孩 不仅是国际舞台上的英雄 还意外地在一所985高校 收获了最高礼仪 一个跪地形大礼的热情款待 这一幕看似滑稽 背后却有着无法忽视的情感力量 她不仅是对全红蝉个人成就的赞叹 也映射了年轻人 对奋斗与成功的无限向往 全红蝉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 她的故事却远比一块金牌更为复杂 出生在农村的她 年少时家境困窘 父母为了维持生计 终日奔波 而她 从懂事起就明白 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改变生活的轨迹 她没有豪华的训练条件 没有过多的课外活动 跳水台几乎成了她童年唯一的游乐场 与城市孩子不同 她的起点低的让人心酸 却又让人不得不敬佩 她将人生的赌注压在了跳水上 而跳水也没有辜负她的信任 从一跃入水到完美出场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被命运精心设计过 无可挑剔 她的天赋是不可否认的 但真正让她脱颖而出的 是那背后咬牙坚持的无数个日夜 所有人看到的是赛场上的风光无限 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她经历过的汗水与孤独 作为奥运冠军 全红蝉并不常出现在公众场合 这次她应邀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参观 一出场就让整个校园炸开了锅 她穿着一件在普通不过的运动服 扎着简单的马尾 脸上挂着不变的微笑 与华师那些看起来自信 而充满青春气息的大学生们不同 她的身材娇小 目光清澈 甚至带着一丝羞涩的拘解 可就是这种真实感 让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邻家妹妹 而非高高在上的冠军 她的到来瞬间引发了全校的轰动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 有人递上鲜花 有人激动地请求合影 还有人用方言喊着全妹妹 气氛热烈地像一场明星见面会 而她的反应 则是用一贯的腼腆笑容 回应着大家的热情 显得既害羞又可爱 当时 有位老师开玩笑说 你看 985的大学生们平时都冷静得很 这回全妹妹一来 全乱了套 一句轻松的话 让全场笑声不断 也更加拉近了她与师生们的距离 活动接近尾声时 最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一位男生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她大概二十出头 身形颇为高大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外套 她在一片欢呼声中 缓缓走向全红蝉 脸上的激动几乎要溢出来 她伸出手 似乎想要与全红蝉握手 然而就在下一秒 场面陡然一变 这位男生突然双膝一弯 竟然跪在了全红蝉面前 还双手作一 像是古装剧中的朝拜里 全场瞬间安静了两秒 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哄笑和惊呼 全红蝉当时愣在原地 显然没有料到 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敬意 她赶紧蹲下身 用力把男生拉了起来 声音带着慌乱 你别这样 这不行啊 我受不起的 她的脸因为慌张而微微发红 手上用的劲儿大的 甚至让那男生一时站不稳 男生站起来后 语无伦次地解释 全妹妹 你的经历和成绩 太让我佩服了 我真的 真的太激动了 她说着 还不住地擦汗 周围的同学则抱笑着起哄 你这贵礼给全妹妹吓坏了 有人甚至喊 贵全妹妹要上热搜了 这场闹局式的行礼 虽然让全红蝉有些不知所措 却也成了当天活动 最具话题性的一幕 事后 学生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调侃 史上第一个在985校园里 跪拜的奥运冠军 全红蝉真是名副其实的传奇 全红蝉的经历 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体育生 升学路径的关注 在很多人眼中 985高校象征着高深的学术 而像全红蝉这样的运动员 似乎与这类校园生活格格不入 但事实上 体育与学术并非完全割裂的两个世界 体育生升学的方式 并不局限于传统的高考 国家为培养优秀运动员 专门设计了多种途径 比如体育统招 单招 高水平运动队 以及免试保送 像全红蝉这样的奥运冠军 更是具备保送名校的绝对资格 他的到来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参观 也许也是他为自己退役后的规划探路 而对这些985高校的学生们来说 全红蝉的故事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励志课本 在以学术为核心的环境中 很多学生习惯了用分数来定义成功 而全红蝉的出现 让他们看到了成功的另一种可能性 不依赖分数 而是用实力与坚持为自己开辟道路 尽管全红蝉身披无数荣誉 她却始终是个普通的女孩 她会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行李慌乱无措 也会因为过度的关注而脸红 她的可爱之处就在于此 即便站在聚光灯下 她依然像个邻家妹妹般真实 而那位跪拜的男生 或许动作有些夸张 却真切地代表了一个年轻人 对榜样的崇敬 她的冲动背后藏着的 是对全红蝉所承载的精神的认同 跳水台上的每一次完美入水 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失败练习 而她的成功 正是无数普通人梦想中的奇迹 全红蝉这一天 在九八五校园里经历的热闹与笑声 看似只是青春偶像的一次特别欢迎 却为无数人传递了奋斗的力量 有人在学术上拼搏 有人在运动场上奋斗 而无论选择哪条路 都需要用汗水去浇灌 与此同时 整理房间和立即训练 这两件事看似平凡 却道出了两位跳水天才 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态度 一边是淡然处世的生活家 一边是燃烧热爱的追梦者 他们的回答 引发了人们对年轻运动员 内心世界的无限遐想 全红蝉粉丝们 喜欢她在赛场上的专注 更迷恋她朴实无华的日常 可是当她从公益活动归队时 说出第一件事是整理房间时 这个答案却让许多人意外又动容 在很多人眼里 全红蝉应该是一个 只知道拼命训练的竞技机器 可是这位年轻的跳水冠军 用她的选择展现了另一种生活智慧 整理房间对她来说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收拾 更是一场心境的规整 或许 这是她在紧张比赛和高压生活中 找到的自我疗愈方式 是一种静心 调整 迎接新挑战的仪式感 公益活动结束的那天 许多粉丝还在为她的热情互动 而感慨不已 她在武汉高校里 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 甚至连她的一个笑容 一个挥手 都能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然而 当全红蝉面对镜头时 她依旧用她那略带腼腆的微笑 轻描淡写的说 回去先把房间整理一下 这样的回答 像一颗温暖的糖 解开了她人气光环下 那颗质朴的心 对全红蝉来说 整理房间的意愿不止整洁的表面 有人曾经采访过她在生活中的习惯 她说房间乱了训练也会乱 这个逻辑简单却深刻 足以窥见一个冠军背后隐藏的冷静和有条不稳 如果说全红蝉的生活哲学是一杯淡茶 那么陈玉希的归队回答则像一场炽热的烈焰 当记者问到第一件事是什么时 她几乎没有犹豫直接达到训练 这个回答一如她的跳水生涯干净利落 熟悉陈玉希的人都知道 她是一名为训练而生的运动员 2018年 她年仅13岁便在国际赛场上首次亮相 以精准的动作和冷静的心态震惊世界 从那时起 她便习惯了把时间表刻度细化到分秒的日子 对陈玉希来说 跳水不仅仅是职业 更是心中无法熄灭的热爱 每一次训练都是一次内心的对话 而每一个动作都是一次对自己的挑战 归队后第一时间进入训练 是她的习惯 更是她的信念 她始终认为 只有彻底沉浸在训练中 才能追赶并超越最强的对手 而她最强的对手之一 正是全红蝉 每一滴汗水 每一次重复 每一个飞跃的瞬间 都是陈玉希为梦想铸造的基石 在东训期间 尽管有公益活动的短暂插曲 她依然坚持每晚分析自己的动作录像 寻找微不足道的改进空间 有时甚至训练到深夜 她还在用毛巾擦去池边的水渍 便和教练讨论下一个动作的改良 这样的坚持让人敬佩 同时也令人心疼 整理房间与直接训练 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选择 却折射出了两位年轻运动员 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 全红禅成长在农村 经历了朴实无华的童年 她用一次次完美的跳跃 从普通生活中腾空而起 却始终将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 融入她的日常 而陈玉希 自小便接受了系统而严苛的训练 从技术到心理素质 都精益求精 像是一块被不断雕琢的朴玉 当人们为全红禅的天赋喝彩时 往往忽略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执着 她的答案背后藏着的是一种对平衡的追求 生活和训练不是对立 而是相互促进 她选择用整理房间 去切换生活与训练的模式 这不仅是对环境的调整 更是对内心状态的疏离 而陈玉希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追光者 她选择将所有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赛场上 这种专注与执着或许会让人觉得单调 但对她来说却是内心热爱的唯一表达 当这两个看似平凡的答案被传开后 网友们纷纷对号入座 有人说自己像全红蝉喜欢用整理生活的方式迎接新的挑战 也有人表示更接近陈玉希 每一次工作或任务总会选择第一时间全身心投入 归队的第一件事 其实不仅是一次选择 更是他们对生活态度的最佳注解 全红蝉的整理房间 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踏实和从容是不可或缺的品质 而陈玉希的直接训练 则提醒人们 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必须拼尽全力 把握每分每秒 整理房间与训练 这两个回答带来的 不仅仅是对跳水队生活的窥探 更是一场关于人生选择的思考 对于这两位天才少女来说 每一次选择都是一张新的答卷 而他们的每一次努力 最终都会成为中国跳水的骄傲 在人生的赛场上 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是像全红蝉那样 用心去平衡生活的每个细节 还是像陈玉希一样 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或许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 而是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无论是整理房间的从容 还是训练的拼劲 全红蝉与陈玉希用他们的方式 为年轻一代书写了一篇 关于努力与坚持的动人篇章 而他们的故事 也在一次次金牌的辉煌背后 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 成长从来不是单向的 他们用不同的选择 诠释了同样的追求 用汗水和心血去描绘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跳水双子星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